入境處聯同警方再去到上水一帶巡查 在上水進科中心 拘捕百名持傷情症的人士 包括五男三女 全部涉及違反逗留條件進行非法工作被捕 另外又在上水廣場票控三個港人 包括兩男一女涉嫌阻礙通道 我們的策略是預先有同時滲透在現場 採取一個觀察的行動 之後我們才去大規模掃蕩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策略 最終我們落案檢控了八名內地人士 至於日前拘捕隔一百三十多人 其中有八人包括四男四女 已經被正式落案檢控 他們涉及違反逗留條件非法工作 黃先生說如果成功檢控他們 內地有關機構將會取消他們訪港簽註兩年 不讓來港 並會與內地緊密聯繫 調查有沒有弄虛作假的人士 入境處會繼續由源頭打擊水貨核活動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兒報道 ろう 好